Hello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横岩金昌生物有限公司 其实我们在湖南每个人都喜欢吃茶油 但是你知不知道茶油除了可以吃之外 它还可以做了很多的衍生品 比如说做护肤洁面这一块 它都是非常天然的一种清洁用品 我今天来到金昌所试用的这一块 就是一个卸妆用的卸妆粉 我们平时卸妆用的是用的什么呢 用的是洗面奶 但是用洗面奶的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的皮肤会很干燥 然后用的眼睛里面眼睛会有这种很灼伤 很刺热的这种感觉 那说明这个洗面奶它是具有很大的刺激性的 听说这个减免匪特别的柔和 我今天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我今天是化了一点淡妆 然后呢也擦了一点口红 试一下它直接单程洗面奶用会是什么样的 倒这么多在手上 然后沾点水 温水 嗯就是我感觉手上的这个 卸妆的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最关键我觉得用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平时用洗面奶 真的眼睛都不敢睁开 但是这一块就是你张到眼睛里面不会觉得刺激 你的眼睛不会觉得马上用清水冲洗 那它不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使用体验感 好现在已经用了这个洗眼粉之后 然后脸已经清洁干净了 我现在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脸完全没有紧绷感 而且我刚刚注意到个细节 我可以这样在眼睛周边洗 我们知道这个眼睛周围的皮肤是特别的焦嫩的 它其实最怕的就是刺激 所以我们我是非常推荐这样一款没有刺激的这个洁面粉 嗯它的这个卸妆效果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口红也是一个比较卸妆的地方 看一下口红会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这一款口红 它是来涂一下手上 和一个这样的效果 这个口红其实特别难清洗 它不沾杯 如果你用清水器去这个清洗的话 它就洗不掉 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卸妆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试一下 这样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卸掉了 没有了